原先期望可以在1997年一回歸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全面的实施 但是中奉官员就是不行啊,没那么快啊 香港不能撒下民主的话 不可能维持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其实我只是争取一件事 就是自由 这么文明的地方 可以发生这么野蛮的本质 长运动Fasis 他们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长运动没有大台 所有人都是全身 全身是全身 全部人真的素未谋面 但是我们透过一个电报 地图组织的朋友 就会把我们所有资讯 一次过放到HKMAC,还有车手 我们是车手 可以确保他们,可以回家 没有人,上面没有人 大家走啊 我要换起更多人 去对抗这个无良政府 你们看着,好几乎 831油麻地站 列车里面有四个流血忽子在香港 我托一下你啊,长官 你不是差异之间在哪里啊,长官 我们不打人的 我们救人啊 我们之所以会被人要求爸爸妈妈 是因为我们在前面 收拾了很多单拖仔 照顾到他的爱环犯 如果我们两个出了什么事 你就当我没有认识过我们 我们不是你的老爸、老母 一个记者在721被人打 不要打警察 而更加厉害的就是 警察对这件事是完全知情的 政权想做的事 正正就是让你这群人知道 你被人打,我都没救你 那件事的政治能量是很多血堆 我都没救你 我不想这个面目色 应该是一个冠状 不要打 他在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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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为什么一个22岁的大学生 要穿着肥蛋烟 大家都会用人头 用身体力做这个筹码 每次去骗爸爸妈妈玩 去打球 我自己没想过中枪 第一次去中卧蛋 他们觉得抗争才能见到自由 当我决定走出来的那刻 我已经撇除了其他的身份 就是我一个学生 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我的身份只有 即使用命都要走出去的抗争者 事态的革命 其实不仅是香港的事态的革命 香港应该是要被视为 世界的香港 国际的香港 自由世界前途 抵抗疫情的香港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